马斗福音第十六章 法利赛人和撒度赛人 为试探耶稣 前来求他给他们选一个来自天上的征兆 耶稣回答他们说 到了晚上 你们说天色发红必要放晴 早上天色又红又黑 你们说今日必有风雨 你们知道辨别天象 却不能辨别时期的征兆 邪恶淫乱的世代要求征兆 但除了约纳先知的征兆外 必不给他其他的征兆 耶稣遂离开他们走了 门徒往对岸去的时候 忘了带饼 耶稣就对他们说 你们应当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度赛人的教母 他们便彼此议论说 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 耶稣知道了就说 小信德的人 你们为什么竟彼此议论你们没有带饼呢 你们还不明白吗 你们不记得五个饼分给五千人 你们收拾了几框 七个饼分给四千人 你们又收拾了几篮 怎么你们不明白 我不是指着饼向你们说的呢 你们应当防备法利赛人和撒度赛人的教母 他们这才明白 耶稣不是说防备饼的教母 而是说防备法利赛人和撒度赛人的教训 耶稣来到了腓里伯的凯撒勒亚境内 就问门徒说 人们说人子是谁 他们说 有人说是喜者若汉 有人说是厄里亚 也有人说是伊类米亚 或先知中的一位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说我是谁 西满伯多禄回答说 你是墨西亚 永生天主之子 耶稣回答他说 约纳的儿子西满 你是有福的 因为不是肉和血启示了你 而是我在天之父 我再给你说 你是伯多禄 磐石 在这磐石上 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阴间的门 绝不能战胜它 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 在天上也要被束缚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被释放 他遂及严禁门徒 不要对任何人说 他是墨西亚 从那时起 耶稣就开始向门徒说明 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要由长老 司机长和经师们 受到许多痛苦 并将被杀 但第三天要复活 伯多禄便拉耶稣到一边 见责他说 主千万不可 这事绝不会临到你身上 耶稣转身对伯多禄说 撒旦 退到我后面去 你是我的绊脚石 因为你所体会的 不是天主的事 而是人的事 于是 耶稣对门徒说 谁若愿意跟随我 该弃绝自己 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随我 因为谁若愿意 救自己的性命 必要丧失性命 但谁若为我的缘故 丧失自己的性命 必要获得性命 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 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 为他有什么益处 或者 人还能拿什么 作为自己灵魂的代价 因为将来人子 要在他父的光荣中 同他的天使降来 那时 他要按照每人的行为 予以赏报 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人中 就有些人 在未尝到死位以前 必要看见人子 来到自己的国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报告